滿洲鄉在5月6號舉行飛魚季系列活動 滿洲鄉為屏東縣唯一的平地原住民鄉鎮 是以排灣族為主的聚落 其中共有8個村 每村更有特色 除了表演節目 也帶動農漁產品現場展售 今年那個飛魚賣得好 不錯 很好 因為新生 味道真的很好吃 很鮮美 飛魚巨系列活動 是滿洲鄉年度最大活動 來自各地鄉民都會回鄉參加 每年的飛魚去都會邀請我們 也是從都會回來 都會回來共鄉上局 鄉公所在現場提供飛魚料理 讓現場民眾品嚐 每年4月到6月 飛魚會在滿洲鄉附近海域出現 鄉公所及漁民表示 今年4月捕捉飛魚和旗魚的漁獲量 較去年豐收 一個晚上都十幾 都十幾歲 一個晚上呢 根據漁民初步的統計 大概有10噸以上的飛魚 鄉長也表示 未來更希望發展更多飛魚的料理 飛魚巨活動除了農漁產的推漲 也表揚今年各村的模範母親 提前歡慶母親節 記者國六是屏東滿洲 採訪報導 日曆 高 姿 小